大反派 大反派 而且以前的壞 最壞的是 動不動都會有人想要打我 因為我演太壞了 壞到妳不剃光頭 其實沒有辦法導正社會的教育 蛤 真的 那個時候 那時候妳們應該都還很小 台灣阿成 我們真的很小 2000年 1999年到2000年的時候 那個成長榮 那個時候就是成長榮 然後苗可莉演我媽 我就是把錢是砸在他臉上 叫他去騙騙的那種 這麼壞 我叫他 我 演壞女人 對 我是大反派 大反派 Oh my God 有了 有了妳看 對 我剃光頭 真剔啊 是真的剔 然後真的剔我還被剪到耳朵 然後不能 而且 這麼倒楣 這場戲是真的剃光頭 是我們拍了一整天 因為那個寺廟 它是不願意讓妳拍戲的 不願意讓妳假的 所以我們是從頭到尾 就是一直錄 整個所以我是真的 真的被剃都 沒有 沒有 應該沒有吧 沒有 它完美長出來的地方 應該就是有剃都 沒有 那你就沒有 光頭頭形要很漂亮才有辦法 來 日常生活當中 竟然收到雪書的詛咒 說這樣 對 因為那個 因為現在有網路 網路 所以說現在 就是大家都會在網路上攻擊 人生攻擊或是什麼 可是我們那個年代 那個時候是沒有智慧型手機 沒有 所以大家就會用記性的 然後它就是用血 用血 真的是親自寫的那個 妳還不知道它是哪裡的血 我不知道 那個量很多嗎 那個血的量 很多 顏色 那個時候在中影文化城的時候 很久了吧 中影文化城 那個時候還不知道那是血 可是它是血乾掉之後的 那個顏色 OK 就從那次之後 三立其實 因為我真的太壞了 從那次之後我說的 心見都過濾 因為怕說會裡面會有一些 打開會有什麼粉末 毒品之類的 大家怎麼那麼氣 炭驅粉末 又很壞 我那時候真的很壞 而且以前的壞 最壞的是大逆不道 對 對 剛剛就講了 把婆婆推出去 叫她去騎拚 媽媽 對 丟錢在她臉上 妳那時候走在路上 大家會對妳什麼推出 我那時候去做秀的時候 都會有八個保鏢 是廠商 那個廠商派的在我的周圍 因為 天啊 有一次上台的時候 就是最後要跟大家握手的時候 我的就像這樣戴個戒指 我不知道他是討厭我 還是太喜歡我 我真的搞不清楚 握手的時候 我差點被推下去 後來他們從後面抱住我 結果我戒指不見了 我手一塊肉也不見了 血肉模糊 我那時候 麥克風是 我那時候是這樣子拿的 那個血是這樣 天啊 然後人家是 不敢講就下台 我整塊肉不見 還好那時候年輕復原的快 有拿 現在不行 武器還是什麼東西 就是我不知道 不知道 人太多了 太混亂了 而且因為那個時候的八點檔波多 所以收視率非常高 台灣阿誠 阿誠 是 Rap 美國 女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